2012年,肖马朋友是无冲无合无刑 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吉星方面有解神、天解、八座 解神和天解是有双座意思,可以奉空化吉 意味着今年接受到挑战颇多 遇到颇多的困难的话 最后都可以迎刃而解,顺利走出困境 八座是有地位提升之象,发挥到领导的才能 空星方面有浮沉、桑门、血人、羊人、飞人等等 今年家居不宜装修 设计于在东南方及正北方动土 浮沉代表运程,浮沉不定 也可能代表水险,玩水的时候要特别提高警觉 桑门是代表家宅、云利欠佳 留意家中的长者和长期病患者的健康 血人和羊人、飞练是代表血光之灾 也可能有交通意外,需要入院施手术 总括而言,赵马的朋友今年凡事尽量冷静忍耐 随机应变才为上策 还要小心水上的活动安全 避开无妄之灾